畫面中通紅烈火擴大燃燒 屋內擺設瞬間被大火給吞噬 看到外頭火勢持續蔓延 伴隨著濃濃黑煙 消防人員到場不敢大意 趕緊拉起水線灌救 因為這棟木造的連動平房 每家每戶相互交錯 就怕有人受困在內 活進來的太突然 附近住戶從睡夢中驚醒 發生在二十號凌晨近五點 加一戶莊領的林森東路 一處巷弄內的木造連動平房 發生火警 造成商戶住宅全面燃燒 消防人員出動大批人馬救援 在其中一戶的屋內救出一名男子 發現他的雙手手臂燒燙傷 趕緊將人送醫 同時還有一位民眾受困在內 趕緊將他救出 索性意識清楚 消防人到場花費約五十分鐘 控制火勢 其中一位消防員在搶救時 也不慎受傷 送醫治療 經初步調查 這回的起火原因 疑似是兩手燒燙傷的男屋主 煮開水不慎釀意外 後續人帶調查釐清